国族白闪记事件再升级,除了纹身,男族喝酒聊那样养型,网友,厉害了,世界杯过去有半个月的时间了,很多人对世界杯的关注,已经没有那么多了,球迷们也开始了正常的工作生活。 但是国族好像并不甘心这样就沉下去了,时不时的就要制造点动静,吸引大家的眼球,前段时间的白闪记事件可谓吵得沸沸扬扬,刚告一段落,这不宜男族运动员微博筛女友,再次把白闪记事情推向新的高潮,王上元女友说实话我们的男足球员的外表长得还是都差不多得,虽然没有腹肌可是穿上衣服也看不出来, 训练完之后集体吃火锅喝啤酒,可见男足酒量还是不错的,而且还有些男足运动员喜欢抽烟,抽烟其实运动员应该是绝对禁止的,吸烟伤肺啊,肺活量小的人,怎么能在赛场上驰骋呢? 李帅哥妻子今天咱们要说的是男足除去纹身喝酒以外的一项新技术,那就是辽妹技术,身巴男足运动员的女友,个个都能敬业你,虽然不是明星,可是一点都不比女明星适色呢? 网友们纷纷散叹,这辽妹技术也是没谁了,我们的国族还是有可取之处的,不过小事要说啊,作为国家足球运动员,是不是应该以足球为主呢? 走站和女朋友这个小女朋友小鸟一人的样子,看起来很有爱呢? 其实近照看很有点娄意消极势感,不得不说我们的男足眼光还是很鲜亮的,看看谁的女,朋友更亮眼,小蛇要说这个妹子,你成年了吗? 怎么有点未成年人的感觉呢?还是劝劝你男朋友多多踢球吧,不然怎么给你买包呢?